14加血下 接著就是台灣最速男楊俊翰出現 楊俊翰在上一屆的亞蝦達亞裕拿下的銀牌 希望在本屆能夠再創全新的紀錄 個人的PP20秒23 本季最佳20秒46 然後在亞錦賽跑20秒66拿到一面銀牌 這個因為在亞錦賽跟之前在 之前去日本的大獎 黃金大獎賽的時候 200跑得還不錯 有的比賽沒有100就爆200 因為200跑得很好 所以後來到了亞錦賽也跑個銀牌回來 所以還去試錦賽拿門票去試錦賽 所以這個就有點無心插流 就是說這個選手有時候狀況 也不玩玩玩玩自己可以控制 那確實看現在200他 不過整體上他課表 將他的後半段的這個續航力 將會是我們在這場比賽看到的一個重點 就是課表如果你跑100跟200課表的話 你在這個速度上訓練的鍛鍊訓練 可能會有點這個分量上比重有點差別 好 俊翰在第九到 好 今年最好的成績20秒46 如果光光看今年最好的成績 是俊翰在所有選手當中排第一 這是今年SB的部分 光看SB的部分 好 當然他隔壁到第八到 Femi是亞運的紀錄保持人 個人最好PP19秒97 好 200公尺的決賽 這是起跑 俊翰在第九跑道 第八跑道是紀錄保持人 Femi 那另外在第七跑道是80的選手 來看到彎道之後最後的100公尺加速 這是俊翰的拿手項目 希望能夠衝出來 俊翰的續航力 來看看最後的50公尺 現在是排在第四 能不能拿下一片假排 成功Femi 就要回到終點 有機會嗎 我們來期待 來俊翰可以拿下一片頭排 但是現在很接近 全民一起集氣 能不能上演跟滑輪的奇蹟一樣 最後贏那麼0.01秒 終點攝影在哪裡 趕快給我們看畫面 不管第一名第二名了 我現在不想管第一第二了 我現在要看看 楊俊翰能不能拿下銅牌 哇 俊翰我們剛剛提到最後這100公尺 對 真的看的是 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其實在過彎道之前 他已經沸泥 我剛剛已經是追過楊俊翰了 大概有三公尺左右的差距 但是他最後速度掉下來了 那當然日本的 上山拿到金牌 上山拿到金牌 所以成績是20秒60 非常恭喜他 那楊俊翰的成績 應該會是落在20秒7指 大概差了 但是現在很糾結 對 俊翰跟這個BABY之間的差距 真的是太微乎其微了 如果再多一公尺 應該就沒問題了 喔 有可能喔 應該是俊翰喔 有機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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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先恭喜上山 你拿到金牌很開心 但是俊翰 拿出來了 那就沒有問題了 拿出來應該就是拿下銅牌吧 俊翰 有問題吧 應該吧 為了說失禮他辛苦了 也可以先預備 沒有 我們再回顧一下 上一屆的雅加塔亞營 是 那個時候也是 他跟小池又貴兩個人 其實 那個時候跟金牌只差一點點 也是一個肩膀的差距而已 對 那這一屆老實說 他整體的調整 我們剛剛說 就過了五年 他整體調整 其實今年上半年 沒有像五年前 那麼樣的完整 尤其是在這個兩百公尺距離 但是 其實我們剛剛說的 續航力的問題 看起來這場表現得還不錯 對 確實也拿出來了 近十萬之後 他其實是落後 他應該是還在第四 或者是第五位 但是在最後的這個機會點 再把這個三公尺的距離 一步一步追 而反而是 更多的是往下跌 那最後面是誰過呢 對 我現在在國網看到了 俊翰20秒74 那菲米是20秒75 就是贏 0.01 跟這個滑卵的一模一樣 好的 對 這個是重複 這個多多益善 贏就是贏 0.01也是贏 也是贏 那這個能夠拿到牌 我想我們就 五年前的時候 我們在看兩百絕的時候 我們看了好久 因為那個 後來終點攝影 判別的時間 判非常久 是 讓大家就 一直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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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在期待 那最後沒有金牌 不過這次我想 五年之後 楊俊翰有給我們 對 看到了 確實 官方出來了 全民都在拍手了 恭喜楊俊翰 這個導播式 副控已經封了 20秒74 拿下了銅牌 恭喜楊俊翰 連續兩屆的亞運會 都獲得了獎牌 而且擊敗了 前亞洲紀錄保持人 擊敗了 現任的亞運紀錄